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不好意思 提醒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後門有問題 所以麻煩等一下如果你們要使用後門做開關門的話 麻煩請放 因為如果你直接鬆手的話 他會很大聲的蹦一聲 所以如果你們要出入後門的話 麻煩就是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的話有提供Slide Do 如果你不好意思舉手我的問題的話 可以透過Slide Do去詢問問題 那當然如果你要直接舉手詢問也沒問題 那我們下午的第一場是 可升級的Society的智能合約講解 那我們直接把時間交給講者 有聲音 OK 好 那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齊 那你也可以叫Fox 或者叫我永齊 都可以 隨便 那最近剛從這個熱熱鬧鬧的北科大畢業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這個可升級智能合約的講解 那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天的講這個東西 主要還是以概念為主 就是我們不會太講太落寇 除了最後面的這個實作環節以外 那我們大部分還是以概念為主 那 可能你比較熟悉的朋友 那就 可能你會覺得這個步驟會有點 步調會有點慢 好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件事情就還是不免俗的來看一下 就是為什麼智能合約需要升級 因為大家都知道智能合約就是 因為放到區塊鏈上 那區塊鏈上它就是不能去做更改 這也是它最大的賣點 可是這樣子對我們來說 我們開發的容錯率就很低啊 就等於說我們必須得要做好 萬全的檢查 然後才可以把它部署上去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智能合約可以升級的話 那 一旦有中的Bug 那我們可以趕快Halfix 可以趕快把它修補上去 那第二點是 新增功能啦 那 不過這個新增功能 我們是定義為就是 新增一些小小的功能 對 就是例如說你可能想要加一些小功能上去 你可能想要加一些 可能 階級劃分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對 那如果像最近那種 UniSwap 你從V3改到V4 那種大架構 那 這種 這種東西你就不太適合去用升級 再去把它做取代 這原因我們後面大家會看到 那 像那種V3到V4那種大升級的話 還是以偏向 就是你直接重部署比較快 對 好 那 升級會有幾個缺點 那第一個就是 最常見的 就是你去搜尋升級 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一定都跟你說 你要注意所謂的儲存衝突 然後 第二件事情是所謂的安全性 那 第二件事情比較好理解 就是 你的 今天你想要加一個升級的功能 對吧 那 可是 你的Call寫越多 那當然就有越多的機會去產生這樣的漏洞 所以就變成說 你原本只要檢查 你原本 合約裡面的 扣有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變成說 你加了一個 升級的Feature進來 那你也要檢查這個Feature 它有沒有問題 可能有沒有全線有沒有扣管好 是不是誰都可以來去做升級 這樣的事情 好 這是目錄 不重要 那 第一件事情我們是要先來介紹一下 所謂的Plus Pattern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謂的 智能合約可以升級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建立在 所謂的Plus Pattern上面 就是 我們 有一個 代理合約 然後他來負責主要跟用戶交互 我們可以看一下 底下這張圖 這個就是一個 最基礎最基礎 Plus Pattern的樣式 你可以看到 這左邊的User 然後 他永遠都是在跟Plastic Contract 做互動 然後Plastic Contract 我們再去指到 Logic Contract 這樣 好 那所謂的升級是怎麼樣一回事 其實就是把Plastic Contract 那 的箭頭指向 另外一個 Logic Contract而已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完成了 邏輯合約一到二之間的這樣的升級 那你可以看到 User從頭到尾 他都沒有編 用戶從頭到尾 都是在跟所謂的Plastic Contract 去做互動而已 那你的背後 邏輯合約怎麼改 他不管 反正他就是都跟Plastic Contract 做互動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跟我們重部署 他之間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很明顯 你的用戶 從頭到尾 都是在跟同一個 合約去做交互 那如果你重拼部署 那你的Country Address 當然就整個都不一樣 那就變成說 你會掩飾很多其他的問題 如果你都只是 UI前面 去偷偷換掉你後面的 Address 那還好說 可是如果 今天是 你是直接對 Easerscan 你是直接用腳本 直接去Call的 那他可能都不知道 這個Country 已經有問題了 對他已經不知道被欺用了 那這樣的問題就會很大 所以那不如 我們用所謂的 Plastic Pattern 那User 就從頭到尾都是在跟 Plastic合約這樣去做互動 好 那可以看到 最主要 兩個 第一個是 Plastic Contract 就是剛剛前提到的 那他最主要 主要功能 是用來用於儲存狀態 以及跟使用者交互 那第二個就是 邏輯Country 就是 你最主要想要 部署的合約 就例如說 NFT的話 你就是部721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小發財幣 那你就部20 這樣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會針對這兩個Country 這兩個Country當然不是 隨便拿兩個合約 來去做部署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需要 什麼樣的條件限制 第一個 是所謂的Plastic 這個部分 我們分三點講 第一件事情 是所謂的1967 就是 指定插槽 用來儲存 Logic Contract 跟Admin Address 這個等一下 我們會再細講一下 然後 再來是Delgate Code 會執行指定合約的方式 但儲存狀態是用自身合約的 簡單來說 就是把別人的合約 拿進來自己的 自己的合約裡面用 用別人的邏輯 但儲存狀態是改自己的 這樣子的行為 第三個就非常的好理解 就是你的Fallback Function 就是 當你今天想要調用這個合約 那如果他沒有的話 那就統一 我們都執行Fallback Function 這樣 好 那在開始 介紹這三樣細項之前的時候 就先小小的來複習一下 這個 Contract是怎麼樣去儲存我們的變數的 你可以看到 這四格 假設這邊有四格儲存格 那我們把它叫做 Slot 那有 它其實跟陣列很像 就是有 0123 那每格都可以去存取 存取 32 byte 存取32 byte 存取32 byte 的這個狀態 那假設呢 我今天去宣告了一個 Uint X 然後把它設定為10 好了 那這個10 就跟X 會儲存在 Start的0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 再宣告一個Y 那你的Y 就會依序 被放到所謂的下一格 這就是儲存狀態最基本的 它是按照順序來的 你第一個宣告放什麼 它就先放0 第二個宣告你就放1 然後當然1時類推 第三個宣告你就放2 這樣 好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我們後面 會跟所謂的儲存中途有關係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1967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我們部署合約 如果大家寫過合約 應該就知道 就是 你一定會去宣告一些狀態變數 在合約裡面的嘛 也就是說你的0跟1跟2 乃至前面的10格好了 都其實都很容易被 你都會需要用的 那 為了 不被衝突到 所以我們會希望把 Prosy 用來儲存 你今天是用哪一個 logic contract address 這個 狀態變數 這個值 我們把它放在 數字比較大一點的格數 那當然不是上面我寫的 34546 或34547 其實是有一個 字串算出來的哈希值 然後來當作它的 儲存個 slot的編號 對 那這邊就是做個舉例 這樣 那odermint function當然也是一樣 這就是1967最主要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所謂的delge code 那如果已經熟悉的同學 就可以當作再複習一下 就是 例如說 今天prosy contract 想要做delge code 然後我想要去執行 logic contract add function 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add function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把x做加1 那你的 左邊的儲存狀態 現在是 D0格裡面是儲存x的變數 而且是1 那我們把這個code 拿到自己的prosy contract 裡面執行 那會怎麼樣 就是1 再加1 就是變2 你可以看到 跟 logic contract 上面一開始宣告 x為始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最主要 就是還是去動自己 prosy contract 裡面的儲存狀態 對 好 那再來就是 for big function for big function 就是 例如說 好我想要對country做 user想要對country 做add 那假如說他沒有add 這個function 但是他有for big function 的情況下的話 那我們就執行for big function 這個相對應該是非常好理解 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上面的三個 結合起來 就可以長得像這樣子 我們在所謂的for big function 裡面塞了delgate call 這樣 那 假設今天你的user 一樣 他想要去執行add 那 你的prosy contract裡面沒有add 所以 他就觸發了for big function 然後for big function裡面 再去觸發delgate call 然後看delgate call 你今天觸發的是什麼 好你今天想要觸發的是add 所以我就觸發logic contract add 所以 今天的你的logic contract add 是x加1 那當然 就 我們可以看一下底下儲存狀態 1當然就是一樣 就是加1 變成2 好 那假設要是今天你的logic contract換了呢 換成了這個 你的add今天做的事情變加2了 那就是從2這邊加2 就變成了4 這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prosy pattern裡面 最基礎最基本的架構 對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logic contract 那 你的邏輯合約當然也不能亂寫 我們提兩大最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就是沒有constructor 我們 所謂的初始化 我們都只採用initialize來去做初始化 那第二個就是儲存衝突 儲存衝突 我們先講這個no constructor這件事情 就是 constructor是只有在你的contract一開始部署的時候 他才會去做執行 可是 假設logic contract今天去做constructor好了 那你的constructor是改邏輯合約自己的存狀態 那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你的用戶永遠都是在跟prosy contract去做交互 那你去改logic contract 你在logic contract裡面自己做constructor 那有什麼意義呢 對吧 所以呢 我們就要把constructor 我們把它叫做初始化的code好了 把這些初始化的code 我們把它搬到initialize裡面 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我們在prosy的constructor 去把所謂的initialize 搬進來自己的 用delicat code搬進自己的合約裡面去做動作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完成constructor的動作 而且是在你的prosy contract裡面 對 好 那第二點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也是所謂的部署 升級合約的時候 第一件最需要注意的事情 也就是你的儲存狀態之間的排序問題 好 那我們先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兩個邏輯合約 第一個是v0版本 右邊是v1版本 那你可以看到v0它的儲存狀態是owner balance supply 這樣子的順序 這樣子的排 可是呢 如果你的v1在做儲存狀態的時候呢 它是第一個先放rest contributor 然後後面都放owner 後面都放balances 後面都放supply 那就跟你的v0有衝突啦 因為你的第一個slot0 從原本的owner 變成了rest contributor 這樣子的話就會產生一個 所謂的storage collision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好 那如果上面看不太懂 可以再看一下這張 這個張的話就是一個 如果你去 硬是去部署了一個 儲存狀態不一樣的country 那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 一樣儲存狀態 我們先看一下 x佔據第一格 然後v1 然後y佔據第二格 然後是0 這樣 所以我今天在邏輯合約 在右上角 是右上角 也就是說箭頭指的這個情況下 我去對x做gator 然後對yh做gator 我應該可以得到110 這樣子的邏輯 應該是合理的吧 對 這樣子應該是合理的吧 那要是我升級呢 要是我升級把它變成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你可以看到 那個紅色的那個地方 就是你部署的狀態 你故意把它顛倒過來了 也就是y跟x之間相反過來了 那這時候我再去執行 一模一樣的函式 也就是我對 我去寫了xgator 跟y的gator 這樣子 會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 底下這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你可以把y跟x做個翻譯 像底下紅色的 滑鼠 滑鼠這邊 看得到嗎 這個 這個y佔據了slot0 然後這個x佔據了slot1 好我們以這個做舉例好了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當你對y去做 做gator的時候 他做的事情其實是 讀取slot0這件事情 你想想看 你把 讀取slot0這個call 移到了 proxy country 那他會讀到誰 slot0現在是誰 應該是x吧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的 這不會是一個編輯錯誤 這不會是一個編一錯 或語法錯誤 這會算是一個邏輯錯誤 也就是 你會去讀取到 跟你變數命名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那你的存在狀態就會被你搞得一團糟 好 那 以上的話就是plasty pattern 它最 簡單 最基礎的 這樣的架構 那 從後面開始就會衍生出來 就是以剛剛那三種 最基本的架構出來的各種pattern模式 第一個就是 比較經典的 比較老一點的 就是transparent Plasty 它的架構圖是這樣 就是 你可以看到上面那個還是跟我們畫的一樣 這沒問題 可是它在plasty底下 多了一個plasty admin 然後有一個 admin的部署者來做管理 那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用來管plasty 這個我想應該是非常的直觀 就是例如說我想要改邏輯合約 甚至我想要改admin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我都是由plasty admin 來去做 來去做這樣的功能 那 可是為什麼要去多部署一個合約呢 我們先可以看一下 它底下的幾個優缺點 嗯 第一個優點就是 它解決了所謂的function clash的問題 好 這是什麼東西我們等一下看 好 那第二個就是 它 你只要佈了一個plasty admin 那你後面不管佈了多少個plasty 我們都可以去做 同時做管理 那這樣的話就會 嗯 比較好一點 那 壞處非常的明顯 就是 你原本只要佈兩個合約 但是你現在佈佈三個 所以你的gas費當然就高 那第二點就是 結構變得更複雜了 就一樣 變從兩個合約裡面 你變成三個合約 那你的結構當然就複雜 對 好 那 可以先講一下所謂的function clash 是什麼 嗯 如果大家還記得前面我在講 就是fallback的話 fallback它要觸發 它有一個重要的前置條件 就是當你去觸發這個合約裡面沒有的function 然後它才會觸發fallback 可是 如果今天它裡面有呢 我們以這個例子來做舉例 就是 呃 例如說我plasty contract裡面 可能會upgrade tool 它是用來去更換我的邏輯合約的 但是 我的logic contract裡面 也有一個upgrade tool 那它可能做的事情是其他事情 反正不會是更新邏輯合約這樣子的事情 那 那 user永遠都是跟plasty去做互動 可是 它 好 它對plasty說我要去執行upgrade tool 它希望它可以執行的是logic contract裡面的upgrade tool 可是 以這張表來看的話 它 一旦這樣子執行 就會直接觸發plasty contract的upgrade tool 它永遠都碰不到那個logic contract的upgrade tool 為什麼 因為logic contract的upgrade tool 是你要透過fallback function來去做觸發的 可是你的user直接去觸發 它裡面就有upgrade tool 那永遠都不會觸發forbacker 對吧 好 那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 這樣 我們在去觸發之前的時候 先確定一下 發起的人是誰 這件事情 他用這件事情來去做一個區分 也就是 你可以看到 中間有一個簡單的一幅判斷是 如果你今天不是admin的話 那我就一律都觸發 丟個call 就是 去觸發logic contract裡面的function 對 那 但是 如果你今天是admin的話 那我就一律都去觸發 我這個proxy proxy contract裡面原生的function 它用這種 確認發起者是誰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做到區分 那這樣的話 你的function 就永遠都不會去clash 永遠都不會去clash 因為誰去動作哪邊的 這個就很明顯了 user永遠都是想要去動用到 logic contract裡面的東西 那 但是proxy admin 就是永遠都想要做 proxy contract裡面的東西 對 好 那 好 那我們再介紹下一個 就是 最常被用來跟transparent去做比較的 就是所謂的 UPS 那 UPS的架構相比之下 就會變得非常簡單的 首先最明顯的一點就是 沒有了proxy admin 這個應該是非常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對 好 那它還有一個特點 它還有一個特點 我們可以再切回去看一下 transparent 它這個upgrade to的這個function 它是放在哪邊 它是放在了proxy裡面 可是 你再看一下 UPS 它把upgrade to的function 放到logic contract裡面了 好 那這樣子做有什麼樣的好處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結構變成簡單了 然後再來是 它從根本上去解決了 所謂的function clash的問題 因為 在upgrade to 或者是你一些什麼 admin的一些管理 都已經依據logic contract的情況下 那你的 proxy的 contract裡面的 function就會變得很簡單 就會變得 結構就會變得非常簡單 就可能只會有一個forback function而已 對 那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有 所謂的function clash的問題 因為你的poxy 變成什麼都沒有了 我不管做什麼 我一律都是觸發logic contract 它從根本上去解決了 所謂的function clash的問題 那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它是把 升級的function 放在 logic contract裡面 那logic contract是會不斷的去抽換 不斷的去變動的嘛 那要是我今天換了一個logic contract 然後我裡面故意不寫upgrade to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去移除它的升級功能了 畢竟升級功能這個事情在一些項目的發行上面 還是有些有人有疑慮的嘛 就是說你會不會偷偷把這個產品 產品的call給它偷換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說 我們今天產品已經穩定了 已經都沒有bug了 我們很確定了 我們已經運行了 十幾年了 都沒有問題 那你在最後一版部署上去 直接把它的升級功能給移除掉 那自然也不會有這樣子的質疑的聲音 好 那第三件事情 就是你的部署gas比較少 因為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plusig的命這樣 好 那它的壞處呢 就是你的logic contract有沒有升級的功能 這件事情就變成說你在部署之前 需要先去做檢查 好 那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你把upgrade to 或者是所謂的權限管理 都把它放進了 邏輯合約裡面 那你的邏輯合約本身 就會變得更複雜 這件事情 所以你 就 還會繞回來 就是變成說 安全性 永遠都是安全性 就是安全性要看 好 那就是 這兩個部分的一個比較圖 那 就可以看一下 就可能再複習一下 就是 upgrade to 放的位置 放的位置 然後以及少了一個plusig的命 把整個架構變得更簡單 好 那 最後十分鐘 我可以簡單的做一下一個demo 好 不是這個 好 那 這邊有兩個country 第一個是boxv1 跟boxv2 這兩個 這種 function 好 那這兩個 function 這兩個country 他們的print function 他們return回來的string是不一樣的嗎 第一個是returnboxv1 第二個是returnboxv2 這樣 好 那我這邊的示範都是以transparent為主 然後 第一個我們先去 我們先去用 openzebending提供的套件 來去完成它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段code做了什麼事情 前面我想大家應該都非常熟 我就不贅述了 我就不贅述了 就是生產它的factory 那重點會是放在這一行 那這個upgrade就是 openzebending提供的一個方法 好 那你去第一個就是去deployee proxy 那前面的第一個參數就是放 你要去部署的邏輯合約的factory 那後面就是放initialize所需要的參數 好 那 那再來我們 這邊 第二行 抱歉 因為我這邊 call全部都給他寫在一起 還請大家見諒一下 那 第二行這邊我去做 幫他做一個升級 第一個參數就是一樣要去放 我們原本的plasty的address 那第二個當然也是一樣放factory 那 可以看到在console.log的部分 最主要我們看console.log的部分 console.log的部分 我去分別印出了 所謂plasty的address 然後跟去 嘗試給他做一個print的動作 這兩個 這兩個 第10行跟第11行 還有第17行到第18行 這兩件事情 這兩個行應該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對嗎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他們印出來的結果 會是怎麼樣 等我消 旁度 有 我 有 有 就可以看到我們在print的後面 print的後面就是執行了boxy的print的 function 可以看到它return回來的String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boxv1 一個是boxv2 這樣 這是用open-zappling的插件實現的效果 那今天 不是transparent 今天open-zappling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你發生了所謂的狀態衝突這件事情 它會幫你檢查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組合約 第二組合約你看這邊就是一個v1 collision的v1跟v2 那我先宣告了x為1 然後y等於0 然後再來我去 另外一個country就是v2 我故意把它們的狀態變數顛倒過來 好 那我們開個看一下這個腳本在哪邊 就是在這邊 我就是跟剛剛做的事情其實都一模一樣 對就是factory 我去把它換成collisionv1跟collisionv2而已 那我們可以執行看看這個screen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好 它這邊會報錯 最主要錯誤在這邊 它說你新的這個儲存狀態 跟是無法去做兼容的 然後它可以告訴你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變數出了問題 可是我剛剛前面有說了 這個是open zappling 它這個插件插件提供給你的一個 檢查效果 對 我說了它那個所謂的狀態衝突 並不是一種編譯錯誤 也不是一種語法錯誤 其實算是一種邏輯錯誤 所以其實是你是有辦法手動把 邏輯衝突的事情 給它做出來的 那我這邊寫了一個手動的版本 這邊code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可能就簡單帶過 那順便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沒有套件的話 是要怎麼樣去做到升級這件事情 那前面一樣 都是先部署邏輯合約 這邊就不堪了 那再來就是這邊 我這邊藍色的字都有做一個標誌 就是底下 底下這邊做的事情 就是部署plus1的命 那這件事情 就是去做encode的function initialize 那 在pluspattern裡面 其實它所有的function的執行 都是以data的 所謂的data parallel的方式去做 就是你把encode byte了之後 然後你再去做傳遞 然後這樣去做執行 如果你們有實際去用過delget code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 好 那我這邊就不細講 那再來就是去deployee plusy 那deployee plusy 你需要去放入你的邏輯合約的address 跟你的plus1的命的address 然後還有你剛剛所產生出來的initialize的data 當作constructor的參數給它放進去 好 那關鍵點就在這邊了 就是 第一件事情 很單純 就是我在它還是collision v1的時候呢 我去查看它的plusyx是多少 那還有它plusyy是多少 這件事情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透過plusier的min 去給它做一個upgrade 好 那upgrade之後呢 我再一樣再去做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console log 37行跟所謂的這邊 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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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行 他們做的事情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去印出x跟印出y出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印出來的數字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你可以看到 我的console log在x跟y的部分 我明明都是去 第一個我都是先去取x的gator 然後第二個我都是去取y的gator 但是在第二個部分的時候 他們卻會相反過來 因為他們取出的slot是不一樣的 對 好 那就是到這邊為止 就是今天的部分 那最後還有一個foundry 我這邊有用foundry去寫了 也是有去寫一個版本 因為前面那個插件 它那個都是用type screen寫的嘛 那可是在foundry的情況下 你全部都只能用solid的情況下 那你別誤它法 你只能用我就是最後示範的那個樣子 用手寫的去把它做一個升級 那當然 狀態變速 儲存衝突 你必須要自己去做解決 好 那這些code的話 我都有放在那個共享筆記上面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今天的這個 升級的智能合約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